號稱是全歐洲最大的花園 Kirkenhof在每年3月底到5月初開放 是每年荷蘭花季必度的景點 今年我們還帶上模特兒直擊開幕聖芳 我進來了 今天還要是第一天開幕 看看有什麼拍照 來到Kirkenhof 一定要在風車打卡 還可以上去觀光 這裡不需要入場費便可以免費上來 而這座風車已經有個百年歷史 除了戶外園區 園裡面還有一個超大的溫室 還有多個花位展館 整個園總共有700萬蘿花 只是屈甘香已經有800種 而在室內裏面就有500種蘿蔔甘香 很驚訝 尤其是有些綠色屋 也有不同的種類 這就是一種美麗的東西 我曾經看到的 看花之餘 園裡面也有大大小小的花園裝置 今年是Kirkenhof的70週年 主題是Bowl Palace 所以原來的裝置 都用了很多Hippies的70年代風格 當然不少得還有荷蘭出生的Miffy 紀念品店內外都有很多卡通布置 可以跟Miffy拍照 或者將他們通通買回家 除此之外 園裡面還有給大人和小朋友玩的遊樂設施 也有迷你牧場可以親親小動物 或者可以坐船看看花田 後面還有紅色 但是我們現在來的時候不是花貴 相信如果兩三個星期之後來的話 周圍都會開滿花的了 這個花園有32公頃這麼大的 簡單來講有44個足球場 真的好大 我覺得走的東西都未必走得完 這麼大驚訝走到肚子我 園裡面還有六間餐廳可以醫肚 也有小食攤位 試一下荷蘭的傳統Waffle 而園裡面的餐廳也不算貴 午餐自選菜式大約150元位就可以買單 至於去Kurken河的交通也很簡單 區內有不少巴士可以直達花園門口 或是學我們這樣由機場出發 由機場A出口出就會見到巴士站 這麼快20分鐘的車程 就由機場可以到達花園門口 大家可以預先在他們的官網買一些套票 套票已經包含了巴士的來回和入場費 再給大家